Hello,大家好,本期视频是Win11 XGP掌机,Win3的一个试玩 系统是Win11的文化系统,然后这边是买的这个XGP,我买的是一年的,大概七十几块钱,淘宝买的 试玩的是这个微软模拟飞行,其实这个掌机还是蛮符合XBOX掌机的 说实话,它因为有这个西瓜键,可以直接录屏,看金框什么的,很方便的 它就会出现这样的 好,有月 感觉是个GTA 这个感觉 这张视角没什么问题 整体大概是22帧到30帧左右 我锁了这个30,因为这个 这个游戏 震数波动特别大 有些空的地方能到速写 很大部分时候就有30,所以说我锁了一个30 整体功耗是蛮高的 这边已经到了30瓦,25到30瓦 这飞一会儿,满地的话大概也只能见识个一个小时左右 美地我不太感兴趣了 这边看看就可以了 东京的一个试玩,现在飞越的应该是明治神功 这边以前下地铁之后,这边不知道怎么走 左右不知道怎么走,这边跟我过不去 这边 这边是 棒球场 这边应该是有个棒球场 明治神功棒球场 应该还有个足球场 这边 这边是棒球场 然后这边是足球场 足球场什么球队不知道 东京FC吗 不知道 完全不知道 看球了 再往前飞是这个市镇 就是另外一块绿地 这个绿地不知道,没去过 然后是 嗯 在市镇厅啊 当年 就住在这个市镇厅附近 就在市镇厅下面做地铁很有技能 配到三个会说中文的 我的天 这上海吗 这是,还有个会说上海话的 不知道怎么做 啊 这边是市镇厅 还不是特别了解 不知道秋月 秋月好像离这还蛮远的 具体呢 我也不知道 我想找一下这个台场的高达 看高达在哪里 机内视角还没给大家看过 这边是机内视角 嗯 坐舱呢 其实操作也是没什么问题啊 这边应该是都可以按的 嗯 不要乱碰 乱碰飞机就坠掉了 嗯 所以这个足球场 上空 这边是什么建筑 不知道 看不懂英文 好像也是个什么旅游景点啊 忘记了 还记得黄军 黄军 这边是黄军啊 日本的黄军 天皇就住在这里 天皇的老家 哇 这么大的园子 真的有钱 这边应该就是驻地啊 这边就是海鲜地方 驻地市场 驻地市场就在这里 地图标志也是中心点啊 我不知道这里是不是中心点 然后台厂在哪呢 台厂在那儿吗 那边应该是有个摩天龙的地方 背地一点 我这会不会坠毁啊 差不多还是蛮讲究的 就慢慢的挑战会 我们赢下最大了 呃 注定是那个做那个轻轨了 好像还绕绕绕绕两圈 我不知道哪座桥过去的 可能是这里啊 当时应该是在绕圈这里上的那个 算轻轨吧 排场应该是有个摩天轮的 排场应该是有个摩天轮的 我找找看 那这边有没有建模 我好像有 好像有 好像有 那这就是摩天轮 那高达在哪呢 高达应该就这附近啊 应该就在这个位置 好像没看到高达呀 这个18米的这个巨人在哪呢 还想说 到底是初代还是那个独教授啊 现在看了都看不到 完全没有啊 是不是完全看不到高达的踪影在呢 然后看一下这个世界地图模式啊 嗯 还是想飞一下我认识的城市啊 上海 我其实 哪都没去过 哈哈 上海是我比较熟悉的啊 好 开始飞跃舒适的城市啊 上海 第一个目标是飞跃这个卢库大船 这个老爷飞机 这个卢库大船 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 所以这个东西 哦 成功飞跃柳虎大船 我看一下这个 地标建筑啊 我马一下打 十速 现在是 是 是哪儿啊 普西肯定是普西啊 这个什么路啊 这么重要 晚上这个没有绿地没法识别 可这 这是我认识的上海吗 现在看不懂了 有点外摊吧 现在来到这个外摊啊 也会有点青结 olv 幀的在看不 accessibility的高线俩 증数还 还算凑合20几樽 如果是上海拳 这个房子的银魔都难搞 了 这个房子节目现在 anime 就是 我化明度